好 演艺圈的消息来看到 这是吴宗憲的太太张薇薇 经常在五月初的时候 被人家紧急用新鸟棒的方式 送进了急诊室 而且亲友一看到护士就说 张薇薇服药过量 说是她吃了太多的化疗药 还有镇定剂 不过经过检查 还不到洗胃的程度 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 所以才不肯说话 不肯张开眼睛 后来经过活性碳排毒 休息之后她就离开了 对于这个爆料内容 张薇薇非常难得的为自己发声 她接受访问的时候 澄清自己一切都好 这都是误会一场